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恩口中的肮脏事就是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 他在川普指示下分别付了13万美元给成人片女星丹尼尔斯 以及15万美元给前花花公子兔女郎倒戈要求两人保命 最后却还是曝了光 辛苦替竹子收拾残局没想到有难时却被一脚踢开 却主心切的科恩还在通俄门调查中对国会公然说谎 如今对川普幻想完全破灭的他也决定全盘拖出 川普遮掩情色丑闻 却害昔日心腹入狱受罚 大梦初醒的科恩手中是否握有更多川普的肮脏事 一场风暴恐怕才要展开 下来新闻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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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